香港街道车水马龙,像往日一样,市民井然有序地出行,而一场较量正在暗掏中交织展开。 一个男人提着灰色手提包上了一辆电车,男人的状态显得很平常,而又似乎透露着一些谨慎。 他恰巧在一个穿着绿色外套的女士身边,找到何时空位坐下。 这位绿色外套女士就是本篇的女主角何家宝,代号猪女。 猪女想成为香港情报科旗下跟踪队的一员。 这支队伍的职责是专门监视跟踪犯罪嫌疑分子,需要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摸清嫌疑人底细,方便后续警力出动。 哪怕是面对其他部门的同事,跟踪队也不能暴露身份。 此时的猪女正在接受这项考核,猪女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,但拥有良好的记忆力和观察力,不过有时也有遗漏或疏忽。 当提包男子坐在他身边时,猪女习惯性地瞄了一眼男子手里的笔迹。 但猪女要监视跟踪的人不是这名提包男子,而是坐在车厢另一边,一位毫不起眼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。 当电车在一个路口停下时,这三人都下了车。 提包男子下车后,与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朝相反的方向走去。 猪女则保持一段距离,一路跟随这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。 当他进入一家餐厅时,紧身的猪女换了外套,也跟着坐了进去。 同时下了电车的提包男子变得鬼鬼祟祟。 他扫了一眼路边的一家珠宝店后,东张希望地上了一处屋顶。 这个屋顶正好可以俯瞰珠宝店及其周围的马路环境。 随后,提包男子的同伙按照事先安排,分为把风和实施抢劫两组人马纷纷就位。 当一组同伙蒙面而来闯入珠宝店时,提包男子变得紧张并掐动了手里的计时表。 时表被设定在三分钟,这是他们商定好的安全抢劫时间。 蒙面抢劫组在珠宝店内又打又抢十分嚣张,让人生畏。 店里的柜台人员偷偷报警。 提包男子在屋顶看着手表一分一秒逐渐超出三分钟,而实施抢劫的人马还没退出珠宝店。 一名警察却在此时赶到了现场并呼叫增援。 就在店外,一名把风的同伙准备干掉这名警察时,实施抢劫的这组人终于退出珠宝店且迅速逃离。 提包男子和把风同伙松了口气,各自离开现场。 他们毫发无伤且收获颇多地躲过了警察的抓捕。 另一边,坐在餐厅里的珠女早已被跟踪对象那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识破。 男子索性坐到珠女对面,问她是不是珠女。 说她刚刚穿的绿色外套,为什么要跟踪她? 珠女声色地应对,让这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有些疑惑。 但此男子实际是香港刑事情报科跟踪队警长黄文展,代号狗头。 狗头负责考核珠女,她认为珠女的表现不是太好,但庆幸的是,样子看起来傻傻的不像警察。 这点还是适合需要行动隐秘的跟踪队。 考虑一番后,狗头欢迎珠女成为跟踪队的新人。 这时餐厅电视传来一则新闻播报,说是有三人持枪抢劫了一家珠宝店。 这起抢劫案的策划指导者就是之前说到的提包男子。 他叫陈崇珊被同伙称为山哥,在警方的代号为隐形人,因为这个人心思缜密且永远藏在背后,而且对警察好像有极高的警觉。 就算18年前隐形人犯下了抢劫杀警的案子,他也没让警察抓住。 晚上,隐形人回到窝藏点,他对白天在珠宝店内超时抢劫仪式十分窝火。 他认为,那是把所有兄弟置于暴露的危险之下。 隐形人吓死手般地教训了那个超时抢劫的兄弟,还对所有人说,现在满街都是摄影机,掉根毛警察都会查到,不小心就很容易出事。 另一边,情报分析处将珠宝店抢劫案的相关录像调取。 在反复查看分析后,他们锁定了怀疑对象,也就是抢劫团伙中一个代号为胖子的男人。 为了找到胖子的确切窝藏地点,跟踪队根据情报分析处提供的资料。 伪装呈普通市民和路人等身份。 在胖子常出没的地铁处多点位是监视。 一直到了深夜,嫌疑人胖子还是没有出现,但跟踪队继续坚持着这场监视。 作为队中警长的狗头,建议新人猪女下车缓解下疲累。 猪女穿过一个小巷,突然发现了胖子。 通过团队协作,跟踪队终于锁定了胖子居住的楼房。 接下来,跟踪队安排猪女,用计锁定了胖子居住的房号。 猪女根据上司狗头的指示,将胖子门前的生活垃圾带回单位。 他们从垃圾堆中翻出的一张单子,让情报分析处查到胖子的真实信息和犯罪前科。 在顺着胖子的关系网,情报分析处最终查清了珠宝店抢劫团伙中7个人的底细,并且找到了这7人经常出没的地点。 不仅如此,跟踪队还拍到这7个嫌疑人商讨新一轮抢劫的视频画面。 情报分析处通过这个视频画面,不但推断出7人准备抢劫的珠宝店,还推断出这7人背后有另一个隐形人作为真正的老大。 而抓住这个隐形人是破案最重要的一环。 通过前期精心踩点,隐形人带领他的7个同伙开始实施新抢劫,而警方也做好了抓捕的周密部署。 激警的隐形人像往常一样爬上屋顶,在屋顶上的一番勘察让他好像嗅到了警察的气息。 隐形人立马打电话给同伙取消这次抢劫,7个嫌疑人开始驱车离开。 警方意识到犯罪团伙是在接了一通电话后,有了察觉才撤离。 警方立刻做了新的抓捕部署,击毙隐形人三个同伙,并顺藤摸瓜,查获到隐形人的手机号码。 一场猫捉耗子的游戏开始了,警长狗头带着猪女跟随隐形人的手机讯号一路来到一个花园。 他让同事假装推销打通了隐形人的电话,但公园里接电话的人太多,还是没有确认哪一个才是隐形人。 狡猾的隐形人还偷偷地卸下了手机电池,警方失去了他的讯号定位。 不过狗头,凭着多年的跟踪经验加上仔细观察,在猪女的协助下最终锁定了隐形人。 狗头与猪女分头行动,一直死咬跟踪隐形人。 猪女负责用手机巧妙地拍下了隐形人的照片,她立即将照片传给情报分析处。 这个照片让情报分析处对隐形人有了更全面的了解。 一直跟踪隐形人的狗头,意识到隐形人可能发现了自己。 她立马让猪女补上跟踪,自己退场。 猪女跟着隐形人来到一处路口,一名警察感觉到隐形人的异样。 她让隐形人把身份证拿出来看看。 隐形人趁警察不注意将其捅死并迅速逃离。 猪女看到此景,顾不上回答狗头的远程询问,急忙跑上前去救那名警察。 看着鲜血直流的同事,猪女十分慌张,她拼命按住那名警察的伤口。 无论狗头怎么远程呼叫她,都像没听见,因为她一心只想救这名警察同僚。 但猪女的施救又于事无补。 狗头感到提醒猪女录口供汇报露身份,并带走了受到惊吓的猪女。 这次跟踪的结果是,猪女在跟踪过程中预势不镇定,对上级的呼叫一直不做回应,致使其他同事无法帮忙。 让猪宝抢劫案的背后老大隐形人被跟丢。 虽然她救人没错,但也导致案子无法再推进跟踪。 猪女对此内心也十分受打击。 狗头带着猪女回到了办公室,因为他们接受了一个新案子,这个案子是一起小孩被绑案。 绑匪打了好多次电话向家属要赎金,而且每次打电话的地点都在同一个公共电话亭。 猪女根据领导指示,与同事一起守在目标电话亭。 一会儿,电话亭里出现了要赎金的绑匪。 而这个人被猪女认了出来,因为在一次执行任务时,猪女见过这人, 她欠下债务被人殴打,而且锁住楼层,还跟猪宝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胖子在同一层。 他们的门前还被写了字,猪女将这一切告诉了狗头。 她在此时也突然发现了珠宝抢劫案背后老大隐行人。 隐行人准备带着钱财逃亡国外,猪女急切想挽回自己的过失, 便汇报狗头她要去跟隐行人。 此时的猪女根本听不尽,跟踪队把隐行人交给武装警员处理的指示。 猪女急忙跟上隐行人,她看到隐行人进入一家餐厅, 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进那家餐厅坐了下来。 隐行人早就感觉有人跟踪自己。 她面色诡异地打量着猪女,想起在电车上曾见过她。 隐行人为了确认猪女是不是警察,主动做到猪女对面套话。 她觉得猪女很面熟,问猪女跟她是不是见过,还问猪女跟着她干什么。 这一次猪女熟练地应对打消了隐行人的疑虑。 与此同时,隐行人看到狗头,沿着大门从消防门处进入餐厅。 因为猪女在跟踪过程中一直保持与狗头的有效沟通, 所以狗头也来到了这家餐厅。 而隐行人对狗头是认识的,因为上一次被跟踪, 她就将狗头记在了心里。 但狗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,动了杀念的隐行人, 故意起身从消防门处离开餐厅。 狗头对猪女的表现给予肯定神色后,马上跟踪隐行人。 埋伏在消防门处的隐行人突然窜出, 拿着剪刀恶狠狠地朝狗头的颈大动脉用力刺, 刺完更像没事人一样离开。 猪女察觉到不对劲,从餐厅冲出来。 她看着大量出血的狗头,慌忙打开随身包裹想救她。 但狗头要求猪女镇定下来,赶紧跟上狠毒的隐行人, 并提醒猪女小心,猪女认识到自己的一意孤行, 让身边人付出了代价。 她忍下悲痛和自责,成功隐藏自己, 一路跟随隐行人来到一处船场。 原来这是眼行人一伙新的藏匿地点。 这一次,猪女选择配合跟踪队整体部署监视现场, 等待其他同事到场协助。 赶到的警察们将船场监控包围。 眼行人再次嗅到了警察的气息, 她感觉到了周围的不安全。 在隐行人大声呼叫残余同伙逃跑时, 警察迅速冲进了屋子,将她的同伙一网打尽。 逃命也不忘拿钱的隐行人, 带着钱箱仓皇狂奔, 却被一个铁钩割破颈部动脉, 倒在地上不能动弹。 这也算是对这种食恶不赦之人的报应。 影片最后, 警长狗头被救治, 猪女也成为了合格的跟踪员。 其实这部影片干净利落的剪辑, 除了刻画警匪间斗智斗勇的激烈薄意外, 更突出刻画了女主猪女的成长。 她从一个预势不镇定, 不懂得团队协作的新人, 变成了合格的跟踪员。 纵观影片给人最大的观感是, 每个人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, 不过对于猪女的成长, 代价却是作为上司的狗头来付出, 而且这个代价还不小。 好了,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, 小伙伴们记得多多留言关注哦, 咱们下期再见。